晚间新闻由奔赴赞助播出 新年一时即彰显不凡格调 更有醒目红色兔年礼盒精美包装 奔赴 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拜登会见德国总理消息 中国两会将在周末召开 律师莫多杀害妻儿背叛众生监禁 各位观众们欢迎收看 3月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昕伦 拜登总统今天接见来访的德国总理肖慈 而这也是肖慈就任德国总理以来的第二次访美 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会谈 期间讨论的议题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 和如何应对中国等问题 总统拜登周五在华盛顿会见了来访的德国总理肖尔茨 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坐在肖尔茨旁边 他感谢德国领导人对乌克兰的大力支持 肖尔茨则表示 重要的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 即只要需要 只要有必要 这种支持就会继续下去 拜登对肖尔茨增加军费开支的决定表示欢迎 并强调希望德国与美国和其他盟国密切合作以支持乌克兰 两位领导人的会面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包括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一对一的对话 在拜登和肖尔茨会面时 美国政府刚刚宣布了一项总额为4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全新液篮子军事援助计划 据现场官员和其他消息来源透露 拜登也在会谈中向肖尔茨这位亲密盟友试探 如果北京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 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制裁 华盛顿和柏林都没有表示他们已经看到北京下莫斯科提供武器的证据 但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德国此前在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问题上的鹰派立场通常远没有美国强硬 德国暗示中国可以在实现和平方面发挥作用 许多中国观察家对这一前景持怀疑态度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强调了柏林和华盛顿之间的密切协调 并对孝尔茨周四在议会发表的讲话表示欢迎 他在讲话中敦促中国不要向莫斯科提供武器 并要求北京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要求其撤军 中国的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会议也就是俗称的两会 将在本周末正式拉开帷幕 与往年不同 今年包括总理在内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将全面洗牌 除此之外 疫情后的经济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 以及国际上的外交政策 都将成为本次两会的重要一程 中国将在3月4日和5日召开全国政协14届第一次会议 和第14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也就是俗称的两会 与往年不同 今年将进行5年一次的中国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的换届仪式 包括总理在内的高层领导人职位将会产生重大变化 两会通常会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政治的橡皮图章 所谓的会议和投票也只不过是走个过场 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到中国未来的一些政策走向 除了习近平雷达不动的宝座之外 目前在常务委员中排名第二的李强 获奖接替李克强担任总理 预计他也会在两会的最后一天召开首次的总理记者会 四名副总理的人选 按照惯例常务副总理由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担任 目前外界普遍预测为丁薛祥 中共政治局委员何立峰、刘国忠和张国清 都是副总理职位的主要候选人 新一届政协主席的人选则普遍被认为将会由王沪宁来接任 除此之外 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设定怎样的经济目标 也都会是本次两会的关注焦点 过去三年的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受到巨大打击 虽然在去年年底的突然开放之后 疫情阴霾已经逐渐消散 经济反弹的势头也较为可观 但长期的复苏依旧难以预测 当前中国最为关注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问题 也在困扰着这个世界工厂 尽管官方大力宣传三台四台政策 但由于育儿的成本过高 配套的福利政策也较为单薄 因此年轻人对于生儿育女的渴望已经降至了冰点 最后则是备受瞩目的外交政策 今年的两会也将会是新任外交部长秦刚 上任以来的首次大会亮相 如今国际形势逐渐两极化 今年又是一带一路的十周年 究竟会如何处理俄乌之战以及中美关系 也都会成为本届两会的重要看点 知名律师亚历克斯莫多谋杀契尔案轰动全美 今天他被正式判处了终身监禁 不过莫多的律师则强调还会上诉 他们认为法官将莫多的金融犯罪案也牵扯了进来 而可笑的是莫多在洗钱漏税方面的罪名 也足以判处其700年的刑期 前南卡罗莱纳州律师亚历克莫多 今天因为谋杀妻儿被正式判处无期徒刑 他的52岁妻子马吉莫多和22岁的儿子保罗莫多 于去年9月中在家的狗舍附近遭到杀害 在将近六周的审讯期间 莫多在证人席上承认了自己曾经向调查人员撒谎 谎称他在妻儿被杀当晚不在犯罪现场 还承认了自己曾经服用禁药 也承认当晚一段拍摄下来的影片中 男子的声音确实来自他本人 亚历克斯莫多的辩护律师则在宣判后告诉记者 他们打算继续提出上诉 律师给出的上诉理由是 法官决定采纳与莫多涉嫌金融犯罪相关的证据 而这些证据本应与此案无关 法官则平静地指责了这位丧心病狂的凶手 亚历克斯莫多尚未接受另外99项单独的指控 其中大部分都源于金融犯罪 包括欺诈他的客户 前律师事务所和政府总计超过了900万美元 如果所有的指控全部成立 他的刑期甚至会达到700年以上 此外莫多家族在南卡罗来纳州是赫赫有名的律师家族 自1920年至2006年期间 祖孙三代连任地区检察官 莫多家族甚至被外界称之为 就是第14巡回法院的法律本身 控辩双方都由他们一家一手把持 他在2021年甚至还一度想要买凶 强杀自己以寻求保险金 他的事件目前也已经被Netflix拍成了剧集 该案件因此也受到了外界更多的关注 一个月之前发生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的火车脱轨事故引发的关注持续 环保官员和诺克福德南方铁路公司的负责人 昨天与当地居民召开了一场见面会 通报了有关情况的最新进展 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并造成危险化学品泄露一个月之后 事故的主要责任方 诺克福德南方铁路公司的代表周四终于现身 在当地居民的第二次见面会上 该公司的代表表示会为事件负责 本周开始 诺克福德南方公司的清理人员已经开始了作业 包括拆除那些被焚烧过的铁轨 这项工作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环保部门的负责人表示 检测和监控会持续下去 截至目前 当局已经承诺进行全面调查 并要求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支付清理费用 但相关当局控制释放绿乙烯 以避免可能爆炸的做法 加剧了居民被空气 土壤和水源可能受到污染的担忧 环保部门也就此给出了回应 EPA and our partners in the Unified Command are in the process of approving Norfolk Southern's plan to remove the railroad tracks and to excavate the contaminated soil at the accident site the sooner they dig it up the sooner they can get it out of town this is going to be a complicated big project the work could begin as soon as tomorrow if EPA and the Unified Command approve 巴赫穆特接近被俄军完全包围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 在多个月以来成为了俄乌之间的重点争夺对象 今天瓦格纳拥兵团的创始人发布影片 称俄军已经基本将该市包围 并且强调乌克兰只剩下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尽快撤军 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在今天的声明中说 俄罗斯军队依旧在努力包围 顿尼茨克地区的东部城市巴赫穆特 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 他们已经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袭击 但今天瓦格纳拥兵团的创始人之一 叶弗根尼·普里哥人发布了一段影片 他在其中说 乌克兰城市巴赫穆特已经几乎被他的部队包围 基辅的部队只剩下了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撤军 今天根据周围城市居民拍下来的影片也证实 连接着巴赫穆特市和临近城镇赫罗莫夫的重要桥梁 以及从巴赫穆特到查苏夫亚市的最后一条主要补给线 都已经被俄罗斯军队所炸毁 接下来想要补给就只能通过那些泥泞的土路 数个月以来普里哥人的手下在乌克兰东部发动猛攻 莫斯科也希望将巴赫穆特作为继续向西进攻的垫脚石 普里哥人还说他的部队现在更多的是与老人和儿童作战 而不是专业的乌克兰军队 普里哥人也在最后呼吁泽连斯基尽快撤军 结束对巴赫穆特的控制 而在西方各国的支援方面 援助的金额和武器还在不断增加 今天美国再次加码了4亿美元 额外赠送了更多的海马斯系统弹药 以及维修设备 昨天国务卿布林肯也在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上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会面 布林肯也在会议上再次呼吁俄罗斯 尽快结束这场侵略战争 川普斯林斯基尽快撤写了10点预计 英国白金汉宫三日发表声明 查理斯三世将于本月底出访法国和德国 将与法国总统马克宏以及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会面 展开他登机后的首个外访之旅 英国白金汉宫表示 查理斯三世与王妃卡密拉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以及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会面 并指这次行程是一个好机会 展现各国的共同历史和价值观 对环境保护的承诺以及在乌克兰战事上的合作 根据访问行程 查理斯三世夫妇将在法国逗留4天 访问巴黎和布尔多 并计划在凡尔赛宫举行宴会 声明说 查理斯还将在法国立法机构两院的联席会上讲话 完成法国行程后 将前往德国开展为期3天的访问 将按计划到访柏林、柏兰登堡和汉堡 根据声明 查理斯将在德国议会发表讲话 但没有计划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会面 由于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晚年已少有出国旅行 这次也是英国君主自2015年后 首次到外地进行国事访问 白金汉公指 这次访问适应英国政府的要求 以及受两国政府邀请下进行 分析认为 英国首相新卫城 想利用英国王室的软实力 来展现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解冻 查理斯三世星期一 接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安 同日英国政府就宣布 与欧盟就脱欧后的北阿尔兰贸易安排 达成温沙框架协议 太平洋到国 万纳渡在遭受飓风朱迪的吹袭后 政府三日开始清理道路与收复电线的同时 今天清晨再发生了6.6级的地震 万纳渡政府同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消息 万纳渡在当地时间3日清晨5.4分发生6.6级地震 震中位于奥尔里港西南偏西80公里处 震源深度10公里 其后又发生5.4余震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为针对此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目前两起地震没有受伤和财务损毁报告 万纳渡红十字会表示 当地居民感受到地震 但由于强风无法外出评估损失 飓风珠笛日前吹袭曼纳渡 暴风雨先翻屋顶淹没道路 树木被连根拔起 首都维拉港的学校和企业均已关闭 部分地区居民疏散到安全区域 紧急疏散中心内仍有数百人 部分地区已停电两天 当地政府3日开始清理道路与修复电线的同时 又发生地震灾害 万纳渡同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受风暴以及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岛屿将立即得到帮助 当地气象部门表示 另一个飓风凯文正从所罗门群岛南部向东南移动 可能将由二级飓风增强为三级飓风 为万纳渡带来恶劣天气 预计会有大量降雨 洪水一发地区会出现严重的洪水 并伴有6到8米高的海浪 甚至可能高达10米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国税局于上个月第二次延长了加州风暴灾区居民的报税截止日期 州长纽森二日宣布将加州的报税截止日期延长到10月16日 此前由于加州很多地区在冬季风暴中受到重创 延迟报税也成为了联邦给予加州居民的一项福利 国税局此前两次发布公告 加州大部分受灾区的纳税截止期可以获得延长 纳税人最晚可在10月16日之前 完成各类联邦个人和商业税款的申报 而此前并未表态是否配合国税局的加州政府 周四也宣布将与国税局同步将报税期延迟 那也有些纳税人问为什么我们可以自动延期 因为加州有段时间有个水灾问题 不是所有人都受到影响 不过还是很多人受到影响的 那这个属于叫Federal Declared Disaster 就是联邦宣告的一种灾难 那这种灾难的地区就会有特别税务的优势 此次宽限措施延长了大多数个人和企业的税务申报和缴税的期限 具体包括原定于4月18日到期的个人所得税申报 原定于3月15日和4月18日到期的各类企业申报 原定于5月15日到期的免税组织申报 但是会计师也提醒所有的纳税人 由于所处的居住地不同 报税截止日期也不同 而且由于延期措施 使得今年报税更加复杂 那这个区呢刚好不是所有的加州 假如所有加州的话 其实每个加州人民同样的这个规定 那就容易了 就刚好就是有些区符合它的规定 有些区不符合它的规定 所以一定要跟你的快计师沟通 你到底输不符符符符合它的规定 受灾地区的纳税人无需提交任何延期文件 也不需要致点国税局申请延期 只要纳税人的注册地址位于受灾区域 国税局会自动向灾区纳税人提供申报和罚款豁免 我们坐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朋友呢 而且洛杉矶的会计师 其实他在洛杉矶也有客人 在Orange County这个城市也有客人 不过这两个规定就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洛杉矶的话 你可以不需要做延期的动作 你的税表可以直接延到10月15 然后你的预缴税 它都让你延到10月15 然后再缴没有什么罚金 不过假如说你是Orange County呈现的话 你就完全不符合这个规定 就是说你还是以正常的这个延期 去做延期的动作 而且你预缴税 一定要按照每个季度的缴税 也就是4月15 6月15 9月15 还1月15 你只要晚一天 它都有相应的罚金 对于大众来说 城庆市学校还是较为新兴的概念 数据显示2021年 美国共有约3600所公立学校 提供学生的双旅城庆市教学 最近有一所位于洛杉矶安大略 蒙特克莱尔学区的蒙特拉小学 就因为开设了中英语的 沉浸式课程 受到大量家长的好评 蒙特拉小学是 安大略蒙特克莱尔学区的 一间公立小学 这所学校自从2020年开始 开设中英文双语沉浸式课程之后 开始受到了很多家长们的关注 目前接受双语教育的 包括幼儿园和一年级两个学年 而未来学区可能还会扩大 他们的双语教育范围 学校的负责人表示 双语课程自从开设以来 备受老师和家长们的欢迎 除了华裔学生 还有很多非华裔学生和家长 对学习另外一门语言 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因为对于不同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都要从语言开始 就像英语一样 普通话也是世界上 使用最多的语言之一 而多语言环境对学生大脑发育 有好处 研究表明 多语言教育 对小朋友的头脑和智慧的发展 很有好处 对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 也有着明显的作用 也增加他们对文化 语言和人种的包容性 稍等回来要看 前进二间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美股今天早盘小涨 美债殖利率持续一周的涨势 暂时停歇 基准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一度跌破4%的关卡 投资人等待美联储官员的最新谈话 以此捕捉利率政策计划的最新线索 债息回落 大盘高开之后辗转向上 套入中段 道指的声势扩大到250点 标指与纳指的升幅都是超过了1% 这个势头也一直持续到收盘 收盘时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86点 收报33390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26点 收报11689点 标怀指数则是上涨了64点 最后收报4045点 经济数据方面 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 2月份的非制造业指数为55.1 预期为54.5 1月为55.2 期内非制造业新订单分项指数为62.6 非制造业就业分项指数为54 非制造业企业活动分项指数为56.3 非制造业投入物价分项指数为65.6 标普全球公布 美国2月的服务业采购经历指数 PMI中值为50.6 初值及预期均为50.5 期内综合PMI的中值为50.1 初值为50.2 各股方面 美国大型零售商CASCO公布 截止到2月12号为止的第二季度 利润按年上涨了13%至14.7亿元 收入为552.7亿元 低于市场预期的555.4亿元 公司的收入较预期差 反映在高通胀与加息的环境之下 产品销售放缓 消息曝光之后 CASCO的股价在今天下跌了2.1% 收报每股475.2元 德国富士汽车预期 供应链瓶颈问题有望得到舒缓 集团今年收入预计达到 3310亿欧元 根据富士最新的估计 集团今年收入上涨10%到15% 至3070到3310亿欧元 高于市场预期的2800亿欧元 公司又预期 今年汽车的交付量将达到 950万辆 按年上涨14% 公司指出供应链紧张的情况将得到舒缓 消息曝光之后 富士周五的股价最多上涨了11.3% 创下三个半月以来的新高 在今天收盘时 小幅收缩至上涨10.1% 收报每股14.9元 印度联航Indigo与飞机制造商波音 以及空中巴士恰商 可能订购最多500架的新飞机 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Indigo过往 一直向空巴订购飞机 最新据报向空巴恰购一批 窄体型A320飞机 但是Indigo开始研究 波音737 MAX机型的可能性 另外集团考虑订购中型广体客机 因此也与波音恰购定购 787梦幻型飞机 或者空巴新一代的A330型客机 消息人士指出 Indigo目前拥有488架空巴A320型客机 增购同款的客机有维修上的方便 不过Indigo可能考虑 向波音订购广体客机 Indigo如果订购500架新飞机 将会超越印度航空 上个月公布的订购合约数量 创下业界的记录 印行上个月向波音以及空巴 合共订购了495架新飞机 创下记录新高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是上涨了2% 收报每股1.9元 以上就是华外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3月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期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